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爱迪生不负责塔罗占卜的时间 这次的占卜我们要预测一下 明年的1月整体的运势是如何 照例在桌面上有三组牌 分别是ABC这三组牌 从左而右是ABC三组牌 那请各位选择一组您最有感觉的一组牌 那还是再次声明 这是大众占卜 那如果我所预测的事情跟现实上有一点出入的话 那就请揭取您所需要的部分就可以了 不用特意的去应对每一件的事情 那就如果没有办法真的应对到的话 就当作一种提醒 那或者更甚者就是当作我们聊聊天吧 各位选好了吗 选好的话我们现在看第一组牌 来第一组的牌 第一组选到第一组的朋友 选到A组的朋友我们来看您选择得到哪些的塔罗牌 来选择到第一组选择到A的朋友啊 你们选择到权权2的逆位 前币7的逆位 权权3的正位跟保健4 那在行动力的上面啊 本月份你的行动力可能因为啊 外在的环境或者是自身的不自信 而让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进展不太顺利的状况 其实上权权2大家可以看到他是站在一个城墙上面 一个人一个国王站在一个城墙上面 手拿着地球然后手握着权杖 向他自己城堡 从他的城堡往外看他别的地方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已经占有一个很不错的位置 但他想要再去拓展 他还在思考用什么方法去去拓展去增加自己的领地 想要做一些事情 可是因为今天出现在逆位的状况 那我们就会去想说 那这个意思就代表的是说 你很想做 可是你就是迟迟的都不愿意去这个进行 可能是外在的环境的状况 也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自己不自信的状况 那在这边要提醒选到A的朋友 就是在行动力上面 其实你的方向都是对的 可是就是一些小波折 在一月份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外在的环境 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的 那或许是现实状况 你都没有那么的糟糕 可是你自己给自己太多的设限了 那反而这两件这样子的状况造成了 你要去做的这个阻碍 那建议是 不论是哪一种的状况 你都要很静下心来去想 这个阻碍在这样子条件的限制下面 你可以做一点什么 至少让事情是有所进展的 而不是就是摆烂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自己的不自信 那真的就是要克服你自己心里的障碍 因为实际上你是拥有资源的人 那你自己是有优势的 可是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自己忘了你自己的优势在哪边 而造成可能事情进展上 行动上面就有一点阻碍了 那这是要注意的部分 感情上的话 单身的朋友或许因为年关要进了 对于感情的态度 呈现保守的状态 因为可能真的事情很多 可能你都忙在工作上面 因为年关到了 或者是忙着家人的事情 那对于感情上面 可能就比较忽略了 那就 再不然就是 其实你有认识 新的对象 但是呢 就跟你的行动力上面 其实这两组牌 这两个牌有一点点的相关性 就是 在正位的时候 这个钱币七世 耕耘到一半的时间 就开始看自己的成果 思考下一步 那在逆位的时候 这个思考的时间好像有一点太久了 就是有一点想太多 就是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 你有一点点想的太多了 就是你想说 它好吗 它适合吗 那这样子的想法 就会让你有所顾虑 而就 可能就错过了 真的可以 两边感情可以加温的时机 这是可能要 思考一下的问题 在感情上真的需要想这么多吗 嗯 要想一些 要 务实一点点没有错 可是你这个月变得有一点太 功利了啦 感情上面有的时候还是要相处了才会知道 那 有伴的朋友啊 这个月其实是很务实 那 双方 不是 就是在 感情上面就是 可能相处了一阵子了 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往前 可是呢 可是有一些结 可能 嗯 过不去 可能双方观念有差异 可是这个差异又是 一直长久 大家都不愿意去碰触的问题 那 在这个月这样子的状况会很明显哦 就是 两边都想要再往前进 可是却有一个 双方都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很核心的问题的那种阻碍 深怕说这种事情讲开了就真的伤感情 那 可是 嗯 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 那 如果真的还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这是势必一定要去 好好谈论的一个问题 那 我会觉得其实双方的基础其实是够稳固的 只是 在这种小地方你 有一点点退缩 呃 是有一点可惜的 其实是有发展的机会 可是在这个时候退缩是真的有一点点可惜啦 那所以 就是自己还要再去评估看看 嗯 如果真的需要再下去的话 那就是真的要评估 真的就是 要好好谈一谈 要很理性的方式去谈一谈哦 嗯 这是对于感情上面的建议啦 那在沟通层面上面啊 全杖山是一个非常有一点点成就的牌啦 一个人就是站在高山上面望着这个远方的船只 其实就是你站有非常有力的位置啊 哦 不过 这个状况 这一副牌也 这一副 这个也告诉 牌也告诉你 可能你在沟通上面 你的主导性很强 那主导性很强 这个就是两面刃的 如果你今天是 在沟通上面 你是主办的人 你是可以主导这整件事情 发展的人 那这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方就是听你的 那你的主导性很强 对方也觉得 轻松嘛 就全部你负责就好了 而你也有能力去负责这件事情 那这个方法是 这个状况是很好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配合的人 你过于的想要 主导事情发展 那就是反客为主了 那可能就 状况就不会如你想的 那么的美好咯 所以 你要去权衡一下 如果你是主导的 主办的人 那这副牌就是告诉你就去做吧 可是如果你是协办的人 那可能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换一个态度会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找人合作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跟其他人联盟 大家一起讨论出 大家协调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沟通上面才会比较顺利 那至于是 至于最后一个执行层面方面 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就是躺在床上了 这个跟第一组 就是在这一个四组牌里面 有三个牌都是呈现一个很被动的状态 那这副牌 在这个第四个 就是更加深了这样子的 一个异象 那这个执行上面 上面行动已经有一点不敢执行 那在执行上面 你就更是用很 不愿意去面对 这个事情的核心 而就干脆睡觉了 就是以牌面上面 看图书故事就是直接就躺下来了 可是你要这样想 这个事情还是在那边 你还是要去解决 暂时的休息是好的 但是不能休息到 你就完全不去面对这一件事情 所以 别忘了 保健代表的是你的思想 其实你是有想法的人 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人 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核心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你整体来看 第一个就是不敢 行动上你不敢去跨出那一步 然后在执行面上面 你又是有一点摆烂 所以 这个月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对 你是不是有一些 增结过不去 那我会建议你要不要跟人 跟你的朋友啊 因为这四张牌都是一个人 缺乏了跟人沟通的一些的机制啦 那我会建议这个月 碰到什么事情还是跟朋友聊聊 你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这是我对选择A 这组牌人的整体的建议啦 不论做什么事情 有朋友的帮忙 或者跟家人 或者是有经验的人 他们会给你很好的意见 那就供大家一点参考咯 那这是选择A的朋友的状况 那 接下来看看选择B的朋友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呢 选择B的朋友啊 我们来看 第一张 钱币四的逆位 第二张 权杖王牌的逆位 第三张是世界 第四张是圣杯的逝者 那 在行动上面来讲 这个月你可能想法上 行动上有一点点保守 你想嘛 在正位的时候 这张牌 叫我踩了两个钱 比头上顶一个 手上报一个钱 我每次看到这一张牌的时候都说 是有多爱钱 是有多保守 那在逆位的时候 这种守财奴的倾向会更明显 那也就是说 你都用一个很固执的方法去 去处理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如果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益处你就不做了 行动上 所以这个行动力的迟滞 就是因为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利益 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好处你就不做了 实际上 不能这样子啦 不能因为说没有利益就不做了 可是有些事情你非做不可啊 那我会觉得你要去找一个其中的乐趣吧 而不是都是只是想着那个很 很精算的那一面 你可能在其中在行动力上面 你可能要找一个动力 让你可以继续做下去 即便这件事情可能看起来 在短期时间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可是你如果你目标很明确是说 这件事情做了之后的未来的结果是好的 那你还是要去行动 否则你脑袋没有去动一下 反而其实 整体来讲是有害的 虽然说你现在不做看起来你赚到的 可是你可能吃亏的事情是在你后面 因为你都没有做 你得获得的成就就是零啊 所以在这个月的行动力上面 大家要就是玄道B的朋友可能要想一下 你要怎么样子去找到一个目标 让你可以动起来 那感情上面啊 其实权杖王牌 代表的是 其实是有一个感情的机会的 而且是有机会像一见钟情那种 刚才碰上烈火 可是因为在逆位的状态就表示 你有可能有一点想 你会想 会想的比较多 可能这个人没错 他看起来都不错 可是他可能很霸气 你就被吓到了 你就不敢去往前踏出跟他交往 想要提出交往请求的那一步 你会觉得我们好像这样子好像比较好哦 可是实际上 你如果不去试你可能就是 就是只能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或许对方也在等你开口 他也很爱面子啊 他也不想拉下脸来跟你说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这样子 就跟SH120年前的那首歌 我有点年纪了啦 所以SH1知道的那一首恋人未满嘛 他怎么唱的 他是说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了 这个月的单身的朋友 有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你总是去试试看嘛 啊不行 那就再说嘛 但是至少你如果试试看 或许就是有那么一点的机会哦 那有伴的朋友啊 最近可能你跟另一半想要做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想要规划一起出游 但结果发现 嗯 这个饭店好像在过年的时候都订满了 那就 就发现饭店好难订哦 那碰了几次就觉得 哇好烦哦 还是不要出去好了 可是 真的 真的事情如你想的这样子吗 或许你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找到啊 或许可能这个饭店离你那个要去玩的地方稍微远了一点 可是还是在开车可能可以到的地方 不是不能到啊 那个选择你可能就忽略了 所以实际上 就是你们一起在一起做的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但是可能因为中间的一些摩擦而让你就 就不愿意去两个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好像有一点损失哦 所以可能双方 就是可能要再坚持一下啦 如果你能继续持下去 如果你能继续坚持下去 双方可能真的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而不是被压制的状态 而不是能量被压制的状态 就是再坚持一下下 所以选到这一组牌的 就是感情上这样子一点参考 那在沟通上面 世界牌出现 它是大牌里面的最后一张 它代表着一件事情的完成 也就是说你在沟通 可能之前沟通的一些的事情 在这个月会有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好坏 来端快你们在沟通时候的状况 如果你们沟通很顺利 那结果当然是非常的兵主进欢 那如果是沟通上面就卡卡 不太顺利的话 那可能合作上面沟通上面 也就到此为止 大家也就好聚好散 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 或许的好聚好散 可能碰到下一个会更好 那兵主进欢的结果 就是事情更顺利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月 选到这一组牌的人 不论哪一种结果 其实都是从中可以学习成长的 即便是可能是差强人意的那种状况 我觉得是 大家是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事情的 所以在沟通上面 这个月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啦 就是不论怎样都是好的 我的看起来没有所谓不好的结果 在这副牌上面 那在最后一个执行上面的话 你碰到一个圣杯试者 我每一次看到都说这个小朋友是开心的 很高兴的拿着这个杯子 啊有东西 就是很轻松很愉快的 那他的心情 那通常这张牌都代表着很轻松愉快的心情 正能量非常的爆棚 觉得牵下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easy 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子嘛 我不否认其实 因为在正位 所以我会觉得真的事情 真的就大部分的状况就是想象 就是跟你想的那样子 这么的 如此的easy 这么的容易 但是实际上啊 可能有些事情 你没有想到 可能你忽略了 其中有一些的状况 你是没有去考虑的 所以我会建议 选到这组牌 在执行上面是 你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 去执行你要的事情 可是你脑筋同时也要非常的清楚 你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行动上面你要有规划 就是你有了规划之后 然后再加上你比较积极的心情 然后再加上很轻松的方法 去应对 这就是完美 就是在执行上面 这就是完美 所以 好心情是必须的 否则做一个不喜欢做的事情 大家都不愿意嘛 好心情是必须的 但是后面的想 情况你如果能够再更多 想一点点的话 那结果会更美好 那以上就是给选到B的人 在这个月做参考咯 那现在先看看选到C的朋友 选到C的朋友第一张冲到保健9的正位 这个圣杯国王的逆位 保健国王的逆位跟这个鱼者的逆位 在行动上面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一个版本的塔罗牌 他的保健9是比较特别 他一个人身上背着八把剑 然后地上再插一把剑 有没有很像那种武侠小说 里面都走在雪地上 有没有很像那种武侠小说 那么千三我独行 不必相送的那一种状态 而且背景是一片黑黑的 所以其实 但是这个人的眼神 其实你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很茫然 还是他其实很坚定 我会觉得 比起传统塔罗在见9 那个人躺在床上 然后被惊醒 我觉得这个状况好很多 他或许很彷徨 但是至少他是站起来 是往前走的感觉 所以他虽然是 心中是很彷徨不安全感 但至少他是往前进的 所以他事情是有进展的 所以我会觉得 选到这一组牌的人 其实你这个月 行动上面最大的阻碍 其实是你的心魔 是对于未来的那一种 彷徨 是你有一点点想太多 自己吓自己 实际上你想哦 你身上有九把剑 你武器是很多的 就是你是有能力 想法很成熟 是你武器是很多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自己对自己 就是没有信心啊 所以要把 所以 当你停下脚步 看着你身上那九把剑 你会知道你每一把剑的优势 在哪里 什么时候要用什么状况 这代表着你知道 要怎么什么样子的状况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去面对 什么样子的想法去面对 所以我觉得你的行动 其实是有的 只要你想清楚 你的行动力完美 这个是我对选到C的朋友 行动力的这个建议 那接下来我会看感情上面 单身的朋友 因为这个圣杯国王嘛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 很友善很亲切的对象 相处起来 他就是很温顺 然后非常的没有压力 你跟他在一起 觉得就是很欢乐 觉得情感交流的 非常的顺畅 然后就觉得他有那种 海纳百川的那种度量 但是你可能 要想一下 他是 他可能有一些 多情 他可能对每个人都没有什么 无差别的 这个 博爱 那这种状况 在 如果你是 你们刚开始 如果你们确定要在一起交往的话 这种状况会让你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 你会不知道他是不是随时有可能变心了 他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 我会觉得 如果你碰到类似像这样子的对象的话 可能 呃 不能说逼他 可是问题是你要有意没意的 可能要提醒他说 我们 如果真的要再继续的话 是不是 对我跟对其他的人 是不是要有一点点分别 否则 如果如此的博爱的话 那是不是 我跟其他人是没有差别 在爱情里面可能还是 这种 占有还是一个蛮重要的 差别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选习 一个态度啦 所以可能就是 在某些时候可能也要用很温和的态度 去问清楚到底 是不是可以有一点 责任 有一点担当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 就要继续下去这样子 那如果是有伴的 朋友啊 圣杯国王本身就是有已经有一点 犹豫不决的这种 倾向啦 那到了 逆位的时候 这种犹豫不决会变成是 被放大 这样子的 缺点 会被放大 平常你会觉得没什么 可是到了 年底啦 就是要过年前 你会发现 他在 很多事情上面 他没有办法做决定啊 呃 你有的时候就会很抓狂 说你到底想怎样 一下要A 一下要B 你就只想要选择 对你 最有利的方式 可是有的时候实际上 呃 可能你要提醒他 鱼翼熊掌不可兼得啊 虽然说我们常讲说 只有小朋友才选择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 你就是得选择一个 呃 一个方面 否则你可能就是两头空啊 所以 呃 这个月 双方可能要 要避免就是 犹豫不决状况 当有一方犹豫不决的时候 另外一方可能就要为他做一点 很果断的下一个决定 不论这个决定好或不好 但至少 不好的话 至少可以马上 至少还有修正的机会 你多多不决定的话 那就是 选在那边 那真的就是一事无成啊 那这是给 选到C组的人 在感情上面的一点参考咯 那在沟通上面的话 嗯 这个月啊 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有原则 而且很实事求是的对手哦 你想吧 宝剑国王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 在某方面来讲 是脑筋很清楚的人啊 可是在逆位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 已经有点到吹毛求疵了啦 他可能过于的在乎某一些的事情啦 那这样子不苟言笑 这样子碰到这样 做事很有条理 不苟言笑的人 让你觉得压力 其实是有一点点大的 他的优点就是 做事很有效率啊 马上就可以抓住重点 但缺点就是 那个态度有一点 让人觉得很冷酷无情啊 让你让人敬而远之啊 那对方的性格可能没有办法改嘛 那唯一能改变的就是 我们也要拿出同样的态度 跟他去做沟通 先说他不是 他虽然看起来冷酷 但是我会觉得 他是一个对事不对人 也就是说他想要把事情做好 那当你知道他要把事情做好 而你也用同样的态度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好很理性的沟通 其实我觉得对方是会听的 他不像你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冷酷无情 因为你的理如果能够说服他的话 他其实反而会对你 就是很支持你 会很无条件的支持你的想法 因为你能够说服他 所以我会觉得你 就是要拿出那种很果断 很理性的难一面 因为在他的眼里没有 不实在不清楚 这种这样子的态度 这种呼隆过去的态度没有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皮绷紧一点 盯紧一点 所以就是建议选C的朋友在沟通上面 可能就是要理性 但态度还是要柔和 虽然说对方可能有点咄咄逼人 可是你要有理 但是你要站住你自己的脚 就是你要站得住脚 不是站得住你的脚 站得住你自己脚 这样沟通才会顺利 那最后一个执行面 愚人 蛮有趣的 愚人在正位的时候 已经很自由自在了 在逆位的时候 那更自由自在了 已经到了有一点到散漫的程度了 所以在执行面 可能我会觉得你过去 在做事情上面 就是习惯自由惯了 然后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 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模式 去做事情 那这个月这样子是不行的 虽然说事情可以做得完 可是你这样子的态度 总是会到达目标 可是你这种漫无目标 是不是在我的眼里看 其实有点浪费时间 那因为这个月过年前 其实事情都很多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你会发现你做起事来 真的就是杂乱无章 就是完全很茫然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 那而且事情这么多 你就会发现 过去没有一个固定模式 是一种负担 那好的事情是 都还有调整的机会 只要你心一横 我要好好想 我要怎么样子 好好处理这些事情 它就是一个转机 因为对我来说 不是虽然说我刚才讲了这么的 这个 有一点恐怖 但是 愚人牌这一张 当你觉醒的时候 就发现 不能在这样子的时候 它其实是慢慢的倒回正路上面去的 虽然说 可能现在讲 这样做 你可能觉得时间有点晚了 但是至少 你是往一个正确的方向 你已经回到一个正轨方向 那至于 如果你能觉醒的越快的话 那当然就是慢慢事情 可以越做越顺手了 那 这是给选到 C朋友在执行层面上面的建议 一样 在这副牌里面 很好玩的事情 是抽到了两个国王 可是这两个国王都是在 不是一个很 就是有一点 他的国王的能量没有被发挥 那就是你可能就是要 有一点点的 动力 想要去改变的那种动力 当你这个火被点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其实 你会发现 这个国王其实还蛮有能力的 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一个国王 还蛮有能力 可以处理很多事情的 但是先决条件是 你自己要愿意改变 那就是祝福选到C的朋友了 那今天的占卜就到此结束 那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的愿意改变的 谢谢大家的愿意改变的 谢谢大家的愿意改变的